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这个2017-06-07这一个档案 在这个POW BI这个档案里面 我们大致上先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个函式 因为这边这个函式还蛮重要 这个累积销售这个函式 应该还有印象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有一个日期 我有一个日期 为了让大家稍微看到比较多一点 比较大一点内容 稍微把那个字放大一点来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有日期 每一天的一个销售 2008年1月1号 1月2号 我每天的销售 但是我会希望我产生的这个累积的一个销售 我们计算公式没有问题 计算公式没有问题 但是你在应用的时候会有问题 我们再复买一下这个累积计算怎么做 我们累积的销售 就是要把 那例如说 累积销售在算什么呢 好 那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去做一个枢纽分析确定 例如说建档日期 然后它的一个销售的总价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值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值是不是等于 就是截至到1月1号的销售当就是 这个47万470万 那它的算法很单纯 就是 假设我先贴到这个地方 它的算法很单纯 就是加这一格 截至到1月1号 我们累积的销售是这样子 那1月2号是不是加这一格 再加上左边这一格 就是我要加之前的总total 加上什么 今天 也就是说 它等于上面的这一格 是累积的销售额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一格 所以算出来答案是700多万 那1月3号累积的销售 等于加这一格 再加左边这一个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累积销售怎么算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的这张图 它应该 如果说我们不看那个值 我们看那个图 它就应该像一个三角形 越来越多 对不对 例如假设我们今天 用那个直条图来去看的话 那它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这种图在看什么事情 在看如果说 今天是这样子上升 跟这样平平的上升 它的差别而已 这样大概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事 所以累积的一个销售 它的观念就是用到 上面累积的总total加上当期 那我们来去看 在我们的函式里面是怎么写的 函式里面我们当时要去计算一个总价 这没有问题 计算这个总价 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范围的指定 范围的指定 所以在这边我们当时用 智慧型函数来去做计算 Calculate 所以Calculate 刮符这个加总 我想这边都没有问题 重点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在算什么 这一期跟什么 所有之前的加总 可以 所以用的是这一个 今天会用到很多的时间函数 Filter有看到 Filter 它的意思就是 它去做过滤 过滤 过滤什么呢 过滤比这个日期 比这个日期更早之前的 就是Earlier Earlier 这是所有的日期 这是所有的日期 你稍微记住 因为今天会用到很多日期观念 就是所有日期里面 哪一些日期呢 它只用到这些日期 就是比现在这个建党日期早的日期 稍微注意哦 这是所有的日期 就是2008年1月1号到2010年3月31号 所有的日期 所有的日期 这个呢 这个只算 假设现在我们是在算1月2号这一格 对不对 这是1月2号 那就是这个日期就是包含1月1号跟1月2号的意思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算哪一些日期呢 我只算1月1号跟1月2号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把那些值加总起来 好了 那现在各位 我们重点就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个结果 好 我先把这边我先升掉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有了一个累积销售的计算了嘛 那重点是你要会使用啊 刚刚那个公式的计算 我们已经突破了一个难关 但是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希望呈现 这样子很基本的报表 所以第一件事建档日期 好 我想这建档日期应该没问题 建档日期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呈现 那个用资料表的方式来去呈现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年季月日 你先不管 反正这是日期呈现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总价 这总价各位看一下 总价里面的内容呢 这个总价里面内容 可以看到 总价里面内容 好 那问题是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是不是希望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值加上 这个值稍微注意哦 因为我们的累积是从 日期比较小的算到比较多的 对吧 累积嘛 好 所以这个日期 这边是不是年月日 我们也要编打过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排序的方式 我们应该从2008年的第一季开始来算 所以也就是说 1月1号 2008年1月1号 470万 对不对 跟刚刚这边的一个数值是不是一样的 一定一样了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天是不是200多万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放这个累积 当我们今天点选 现在在这张视觉画 等于说 等于说这是基本报表 然后点选什么 点选这个累积销售 我们是不是放进来了 这个值对不对 不对嘛 对不对 好 那问题是 我们会希望放成是 这边应该出现是什么 400多万 对不对 现在问题来了 他没办法这样子来去呈现 因为在智慧日期的这个部分 有两种呈现方式 一种是连续资料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 就是把它变成 例如说第一季 这个第一季是指 2008年第一季 加2009年第一季 加2010年第一季 这是在做那个淡季旺季 要比较的时候 那是很好的工具 好 所以我们要点选什么 点选这个建党日期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建党日期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总价是这个 累积销售 累积销售 还是没有变 这边应该怎么样再去做调整 刚刚这边是从日期 这个日期的一个阶层 然后换成什么 换成建党日期 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换 累积销售一定要选择一个不摘药 那为什么要选择不摘药 不摘药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来它是长什么样子 本来它是不是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 你想不想知道 应该也想吧 你看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选这个累积销售 累积销售这个地方 它是做一个加种 它是什么跟什么的加种 它就是把1月1号 例如说最原始的资料 最原始的资料 是不是有很多1月1号的加种 那就是加到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种值 那至于说它 我多算了一个 超过了 这一个 这种值应该是这一个 对不对 但是你应该知道 那个日期 日期是不是有区分 就是说 什么 这个日的一刚开始 跟日的结束 跟日的中间 所以它就取到这边 这个数值的一个中间值 可能就取到这边 因为我们习惯上 习惯上是不是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取法 至于说电脑怎么取 我也不晓得 反正它就是 它就是取 它认为就是说 它会取到这个的一个中间值就对了 好了 那至于说这个日期重不重要 这个怎么算个时 百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它算在是三千多万的 所以这个数值其实对我们来说 根本就不对的数值 因为1月1号加总 应该就是只有四百多万 所以不应该去把它做一个加总 这样是不是算出来就对了 所以有两个地方要改 第一个 时间 时间的话我们只能看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连续时间 那你一定会说 不对啊 老师你看这种建档日期 我们这边是改成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这也是一个连续时间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如果说把刚刚刚刚刚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员预设你不改 你到时候你这边这个数值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或者是至少你一定要先改这个累积销售把它改成什么 不灾样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一定要记住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能会想要去做什么 例如说某一个季的比较这边2008年第一季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好多个第一季 为什么 因为它一直停留在一天的比较 一天的比较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我们做这个累积 累积的一个销售 我们是以最小单位 例如说日来去做计算 那除非你已经先产生了一个资料报表 就是说你本来的资料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先稍微改一下 假如说我们现在这边的资料 本来就已经我们可以群组 对不对 群组变成例如说年根季 如果本来就已经变成这个数值 它就会第一季是这样子 第二季就是这两个数值相加 第三季就是这样子的值相加 好所以我们这边所提供给它的资料 是哪一种资料 是每一天的资料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希望说这样子的讲解 让你很清楚了解 这个公式 这个韩式 Earlier怎么样去应用 好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假设你今天你看别人 你去看别人的一个报表的使用 然后他在这边告诉你说 这个累积销售 他有用累积销售 我想你多多少少应该会去看一下 累积销售里面 他是怎么样使用的 这样可以了解 甚至这个字好像感觉比较大一点 如果你看到这件事 那你可能就要去动这一个样式的修改 字大小在一般里面 有看到这个字大小 可能这个字的大小 他是用13 这个字的大小他用16 是不是就差别了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都要请你们多多少少去看 为了要训练你们 所以干脆我给你们 上次不是有做文字语吗 我们接下来再给你 Towerbi的Gallery 一堆的图你们都会画 好 所以先讲把这个Earlier 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然后怎么样出现正确累积值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画图 我们如何透过这个累积值来画图 那稍微注意哦 这个日期我们应该改成什么 应该是那种建档日期 就是1月1号1月2号1月3号 那如果我们现在透过累积来去画图 我们总价根本就不需要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值 如果我们今天画直条图 我们先看一下累积值条图 这边累积销售 我们要放在值 它才会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因为两个都是轴嘛 两个都是轴 所以呢 所以这边累积 我们是要用建档日期 然后累积销售 我们刚刚是用累积销售来去画 它就产生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些会就是 就是这边 因为它累积上去 所以稍微参考一下 这样子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 它原则上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 画一下 例如说直条图 直条图 然后画一下 例如说折线图 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化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画这个累积图 重点这个累积图的变化 一定是这样子的方向 那最后一个数值也去看一下 绝对是什么 绝对就是这个 就是20个亿 两个10亿 最后那个累积销售的数值 绝对是这个两个10亿